真正的菩薩跟假的菩薩 真正的菩薩叫做圣地 圣地的菩薩 什麼才是真正的菩薩 你要有空心魂 所以這個就變成菩薩有三個特點 菩提心、大悲心跟心空魂 就是我們叫做雪果山教堂 就是大聖菩薩道的三心 菩提心、大悲心跟無所得心 就是以菩提心為根本 然後大悲為善所 無所得為方便 就是三心 那些三心來形六度 就是我發菩提心叫行菩薩道 我行菩薩道是為了成侯 這個叫做菩提心 成侯是為了利益眾生 這個叫大悲心 那麼利益眾生 那怎麼樣才能真正利益眾生 我自己真正知道解脫的方法 這個菩薩 要想到解脫 我就叫他解脫的方法 這個菩薩想到成果 我就叫他成果的方法 這個菩薩想到身天 我就叫他身天的方法 這個菩薩 希望以後生生世世不墮三心道 我就叫他不墮三心道的方法 那你憑什麼有這樣的力量 那你有自恩 所以這個 他金剛精 比如說金剛精 金剛精 他的修行 運動作就是什麼 三心情六度 好那 修行的方法和制律是怎麼樣 第一個發菩提心 那已經發了菩提心了 善男主善女 發阿妙 都用三道三菩提心 運運而終運而相菩提心 好那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那一樣 那你第一個就是 大菩薩要誤一切眾生 但是你不能執取 你執取你本身就是眾生 所以他告訴你 三心情六度 要以大菩薩所得限 不執取眾生 那麼你來開始行布施 那怎麼布施呢 就是你不執取布施的人 就是我們叫三人體空 那你剛剛這個說法叫做 不注射生相會觸法 而行不死 那不注射生相會觸法 就是我們所得限的 它就是有性空威 就是有波人的智慧 那只會你有波人的智慧 也是真正的渤上 實渤上 實在渤上 好 那你看 一本的經 他很明白的告訴你 這些套法 告訴你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理論跟宗旨 修行的刺激的方法 告訴你 好 那你讀完之中 你知不知道怎麼修行 知道嗎 那表示你會讀劍 如果你讀完了 你還是不知道 那我接下來要怎麼修行 那表示你天天讀的經 都不是讀的真經 你讀的是真正的經 沒錯 但是你心裡面 並沒有真正體會那一本經 並沒有讀懂這本經 就好像你研究地圖 天天都看地圖 天天都研究地圖 研究到那麼多年了 你還是不會走 不知道要往哪裡走 那表示說你地圖看不懂 那你天天 天天早上 我這個時間都拿地圖起來研究 就拿地圖起來看 那照這個路線 後來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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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每天 把精簡編理 把精簡編理變成一樣 念到最後 你還是不知道 這本經教我怎麼修行 還是不知道 這本經在告訴我什麼道理 在適應我什麼道理 你還是不知道 你一直記著我 讀了這些本經 有什麼後面 奧特 奧特是修道 修道的殊勝跟功德 修道的殊勝跟功德 但是這種功德 一定是由這 前面這兩種 你明白了修行的理論跟忠勝 你確定了修行的道路 修行的刺激跟方法 你才能具有 你才能具有修行的殊勝 修道的殊勝跟功德 你這兩個都沒有 不知道 你只記得 我這本經是讀完了 我記得有什麼功德 沒有 我告訴你沒有 沒有 可是 就好像我們念大飛奏 念大飛奏會有什麼 什麼功德 念大飛奏 最重要是要起大飛心 起大飛 實際上是要 憐憫眾生 利益眾生 包容眾生 你做不到 裡面的大飛奏 不叫做大飛奏 眾生是大飛心的 起大飛心的 可是你問大飛奏 你起了什麼大飛心 你說來我聽看看 你在遇見 惡陰惡惡惡事的時候 你的大飛奏有沒有效忧 你在遇見可憐眾生的時候 你的大飛心有沒有起來 沒有 你平常在那邊大飛奏 就好像你天天吃飯 吃飯會有營養 會有力氣 你吃了十碗飯 你還是提不起銅水 跟你沒吃飯 你一樣提不起銅水 那一樣 吃飯給你長力氣 你沒有長到力氣 一樣用力 那你吃這個藥是要治病的 法式藥還是要治病的 那你平常 遇到吹到人多 沒有打噴嚏 結果你去藥和買藥 這個醫生推薦 你天天吃這個藥 天天還是吹到人多打噴嚏 那你吃這個藥有什麼效果 吃說你有在吃藥這樣 不對 那一樣啊 那你修行天氣也一樣啊 你那兩碗狀 兩碗狀 兩碗狀 都不怕我死 然後這樣 那我告訴你 意義不大 這個是一般人 還很多人的碰病啊 就是你不會調好自己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修行的理論跟忠誌 不管什麼基礎 不管什麼基礎 心經也有 心經那麼大 260個字而已 260個字而已 他就有 他就有那一種 修行的理論跟忠誌 修行的方法跟慈禎 然後修行的俗身跟忠誌 那麼你這一些道德圓滿 你所具有的德 就是裡面在的德 佛法的德就是什麼 慈悲的智慧 主要是這兩種的 佛法的功德 佛陀的功德 主要是慈悲的智慧 慈悲的智慧圓滿 就叫做兩儒尊嘛 兩種的圓滿 那所有的修行 不外不是要 不外不是要 圓滿這兩種功德 好 那我們再講這個 比較近一點 那你念完這本經 你的慈悲有沒有增長 你的智慧有沒有增長 有沒有 你自己可以觀察 那麼這個 你如果有 那表示你有增長 那你知道 這本經在告訴你 怎麼修行 他的理論是什麼 他是人間道 他是解磨道 他是菩薩道 菩薩道又有 從不同的地方 從悲心路 從智慧路 從信心路 那麼如果解磨道 就從兩人 信心人 法行人 那麼他又有同 那所以 所以 那我們不管你要修什麼法 讀什麼經 你必須 你必須都是理解 這一本經 他的宗旨 他的理論 他的修行的赤定 他的方法 以及我這樣修之後 圓滿什麼功德 成就什麼殊勝 那你又知道了 那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現在假設我今天做招呼 不公平的招呼 一般是 找趟是 有些是內心劍 那有些是練到玉陀基 那拜八十八 拜八十八 那麼 這一些 你了解他的意義嗎 還是你只是 能夠解磨道歉 不知道 以前傳來的 以前 做出的 就這樣 不知道 在擺盆轉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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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條公平 那擺就好了 但是 這個 這個其實利益不大 利益不大 所以你必須要先理解 要先理解 好 那 所謂三丈有監律論 那麼 監 我們現在講的是監律 最主要是監律 他修多了 你要了解修道的赤定 那修道了赤定之前 一定要先理解 你修的是什麼道 那你修的 不管是解剖道 還是人天道 都可以 你要清楚 最怕就是你修的是 不知道 這個就比較麻煩 那麼 你要知道 不管是人天道 解剖道 菩薩道 那麼 你要有理解 你要修人天道 你要修哪些道道 第一步要怎麼修 圓滿的是什麼樣子 解剖道 開始要怎麼修 圓滿的是什麼樣子 菩薩道 一開始要怎麼做 圓滿的是什麼樣子 那方法是什麼 赤定是什麼 那你不能夠跳到那個赤定 啊 你要爬在五樓 你要先爬到一樓的樓梯 一樓的樓梯走上去 要走二樓的樓梯 你不能說 一樓二樓不要走 直接走四樓 去 去 去 不必赤定 不必赤定 不能 不能得利 你上不去啊 那這個很重要 就是修都會有赤定所成 那如果持戒呢 你要知道 智戒的因緣 佛為什麼要持這條戒 會只在那邊這條街 它是要防止什麼 要成就什麼 不是吃不吃的問題 那比如說過五樓梯 他要防止什麼 他要成就什麼 不是吃不吃的問題 是居室積賢不積賢 這個出家人貪不貪的問題 過五樓梯是外面的人積賢不積賢 那麼修行的人貪不貪的問題 不是吃不吃的問題 那麼你了解了你就知道 我持這條戒 重點 重點在哪裡 他的 他的宗旨是什麼 我為什麼要持這條戒 那他目的是什麼 你要要戒嗎 你要戒嗎 你戒戒 戒進去 跟外照戒戒一樣 有名無實 甚至是 被盜而止 會這樣真的 你本來要往這個方向 結果 因為你不曉得 自戒 重點是什麼 你反而往這個方向走 舉個例來講 比如說胃口不適合 照理講 過五樓梯是為了制止你 他 那麼也因為 那麼你因為晚上還去脫鍋 造成很多不方便 你也危險 人家供養你也危險 也不方便 然後人家外道都沒有吃 你其實也不需要吃那麼多 照理講是這樣 第一個就是趨勢會進行 第二個就是你自己增長排氣 那麼你真的晚上不吃也不會怎麼樣 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吃 那麼吃也沒有問題 不用吃 就好像半個大鐵一樣 那麼這個不吃就好像你功德出身一樣 不是 那麼你結果你為了中午不吃 中午鍋不吃 中午與節拼拼吃 那一一一也不知道 那你的貪都集中在早上 你把貪都集中在早上 下午才會發起這個貪 早上兩三次發 那麼你還是真正乾淨 他並沒有享受你對骨欲 對食物的貪窮 沒有 他並沒有多一些時間來用功 沒有 那你還是 你原來中午吃的那一些煩惱 你還是有貪的煩惱還是有 而且你只是移到早上而已 而且更胎 為什麼 中午以後就沒得吃到 早上早上趕快把它吃多一點 那這樣 這樣其實沒有 沒有達到戒的目的 要戒你的什麼貪心 那因緣所謂 它是這條戒 它是這條戒 那目的在做什麼 那你持這條戒 有沒有達成這個目的 這件的因緣 那你知道 你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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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期待的改 沒有 持這種煩 達不到那個目的 所以叫做 有名無詩 甚至本來要讓你不貪的 你反而更貪的 叫做 背道而恥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時間到 先下去了嗎 好 我們先下去了